葉璇愛孝當眾琴潮男 哎呀!不好呀! 笑著說不好當然是假的啦 實情是葉璇想跳上男的身上 誰知不成功 男的順勢抱了葉璇一陣 嘩!早幾天在北京 和朋友在賓館聚會 那個潮男遲了少少來 不用這麼熱情招呼 進去一陣 葉璇還和這位潮男單獨去吃飯 嘩!葉璇,你這麼鬼妹的性格 難怪在內地投資拍那套紙猜奇緣 找前男友擔正 陳鴻文老婆會這麼擔心 帶女兒去坦白 和老公慶祝生日來宣示主權啦!